大家好 我是燕桃金屬研發工程師靖仁 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油壓碟煞核子更換油品 市面上有常見的兩款油品 分別是大腿油 那另外一種是礦物油 這兩款油品有什麼差別呢? 大腿油雖然低溫流動性較佳 但是它會對產品的表面金屬及烤漆 會有一定的腐蝕問題 那像我們桌上這一罐礦物油 它對人體及產品表面較為無害 對環境的污染也較為輕微 另外我們Tetro及TRP的產品 都是使用礦物油 那請車友及店家們 千萬務必記得不可以使用到大腿油 否則產品表面會有腐蝕問題產生 更換煞車友除了找熟悉的店家 幫你們更換煞車友 對DIY有興趣的車友 也可以參考我們Tetro TRP的路由小工具 我們裡面都有路由所需要的相關零件 店家老闆們如果對路由機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YouTube搜尋Tetro電動路由機的操作影片 什麼時候需要更換煞車友呢 最簡單的方式是從油槽蓋檢查煞車友的顏色 首先打開手把的油槽蓋 用棉花棒沾一點油 確認油的顏色是否從原本的淡粉色 變淡、變黃或變黑 那變黑、變黃就代表需要該換油了 通常我們建議車友至少一年要更換一次煞車友 但還是要依車友平時的騎乘習慣及頻率 定期的保養維護 另外我再分享一個小知識就是 煞車友不可以使用水或沙拉油來替代 因為這樣會造成高溫的氣化及低溫的凝固 那以上是我們彥陶小學堂所帶來的分享知識 希望對大家都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 掰掰